新侠剧,长月尽明,天欢天天不欢喜,不就是因为恋爱这点事吗? 桑九救了明夜,被明夜以身相许。 天欢也没和明夜官宣过,整个一单相思,还能理直气壮灭了桑九全族,什么人呢? 天欢什么身份,怎么就无法无天了呢?更多解读内详。 长月尽明,天欢是什么人问,就是嚣张神二代。 上青界上一任战神,可是人亲爹,刺舍五入以下,天欢这个圣女也是神族小公主一枚。 现任战神明夜出身东海,真身是条蓝白色蛟龙。 天欢爹下线前,还就把上青界,还有天欢,托付给明夜了。 天欢对明夜的小心思,还有没看出来的吗? 明夜连个小手都不给天欢拉,不喜欢天欢流于表面。 但天欢就是很执着。 蚌族公主桑九一腰圈贵族,也是一件明夜物终身。 神魔大战在天上打得热闹,几方队友全是神仙甲乙丙丁,一个拥有姓名的都没有,对手放大招大boss直击,明夜可不就被打下来了吗? 桑九只想当个安静的家里蹲,暗恋对象从天而降,还好死不死被他捡到了。 他都来不及把人摇醒,天欢来了,也只会一个劲儿问怎么办。 设法引开追兵,还得桑九来。 神二代接不上亲爹的班,是有点原因在身上的。 天欢你说是吧? 明夜晕得也是够久的,莫不是怕中途醒了。 天欢要挖棒足冰晶救他,他半推半就得了好处,就不显得无辜了。 还得是桑九,隐瞒追兵回来,大错筑成,不管是自己的锅,还是天欢的锅都背了。 天欢理直气壮,用别人家的宝物,就自己喜欢的男人,没点歉意,没点礼貌,段位就有点低了。 以他的身份,是不屑心心作态,但太天欢本欢,还是有点掉神格。 霸王邪恩相报,要明夜娶了桑九。 天欢平时不挖矿,难得倒腾一回冰晶,泪晕了,也就是小神女的柔弱了。 明夜接桑九入上清界,唯一有可能抢婚的,还在床上躺着,别的意外更不可能有。 桑九旁佛看见了美好未来在向他招手。 先必传八卦,从天欢说到明夜,再从明夜说到桑九,语气对桑九有点不屑。 桑九也不和他们计较,问了明夜喜欢什么,就准备投其所好。 天欢虽然晕了,但又不会一直晕下去。 以他对明夜的执着,倒霉的会是谁,桑九不主动想,他也会帮桑九想。 明夜虽然也会护着桑九,但总有疏漏的时候。 天欢是前任上清战神的女儿,利用自己的身份,伤害桑九的族人,让桑九灭族,理论与实际上都可行。 为了报复桑九抢走明夜,他也就真的这么干了。 神女疯狂起来,要么让人瑟瑟发抖,要么把人逼疯。 桑九崩溃入魔道,不惜损耗自身与天欢死磕,也是有点吓人。 天欢的战斗力一直不怎么样,没有上清戒护着,最后赢过桑九是不可能了。 结局四字总结自求多福。